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响皮中还有的成分叫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那么当我们食物中淀粉含量焦多时 比如吃了红薯 那么由于肠类微生物代谢 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那么二氧化碳一多 是不是气压就增大 气体的流速加快 所以放响声就更响 由于这几种气体都是什么 无味的 因此要响气不臭 正常的一般每天能放五到十个皮 所以对那些不爱放屁的同学 你们可以多吃萝卜 饱里放个五个皮 当你听到别人肚子咕噜咕噜叫的时候 不一定是他肚子饿 还可能是他憋屁已成功 由于肠道蠕动 你在气过水深 我记得我上西安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很流 一个屁从青海变到重庆 但是这样长期憋屁不好 他会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 在全身循环到各个角落 然后最终通过肝脏去过滤 然后又到了肺部 然后伴随着呼吸 又从口鼻出去了 所以同学们 不要因为学习 当不了放屁 那么对于抽烟的人 一般是这种形态 抽烟的人 抽烟的人 他开心的时候来一只 伤心的时候来一只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吃完饭也来一只 他上厕所也来一只 他不抽都拉不出来呀 你们说这个烟好见吗 好见吗 我有一个同学啊 他说很容易啊 我每天能借七八次 来借七八次 有时候啊 就是有些借烟的人啊 他包里会什么 会买一包烟 搁着包里嘛 就心慌的时候 我摸一下包 摸一下口袋 烟在 火也在 火也踏实了 当食物中富含蛋白质时 由于肠内的微松代谢 它会产生 氨气 氨气有多臭了 你可以到那种 最臭最臭的汗侧 去体验一下 想体验的同学 像是提醒你 切记在门口停坐 然后用化学的三文法 肠内代谢了 它还会产生另一种 可怕的物 叫什么呢 叫刘化氢 它是一种具有 臭鸡蛋气味的气体 这种味道 熏鼻子辣眼睛 低龙度的刘化氢啊 臭难闻吗 据说还一燃 这么臭东西还能燃烧啊 据说还急爆炸呀 我天 那么低龙度的刘化氢 已经无敌了 而高龙度的刘化氢 反而没有味道了 其实它不是它没有味道 而是已经把你的嗅觉 神经给熏晕了 能放出这种屁的人 应该算武学奇才了 热恋时啊 一般都有这种经历 就是一听到对方的声音 一听到对方的名字 心里就咯噔一下 仿佛踩空了楼梯 热恋中男女 特别是女生啊 都有一些神经病的气质 她一天啊 反正神魂电脑 一天不联系她 她就焦虑啊 她就坐里难安呀 就是丢了魂一下 对不对 整个人做什么都不上心啊 哎呀哎呀 她怎么了怎么了 都五小时五分十五秒 没联系我了 她是不是不爱我了 或者她手机掉了 或者她外面出去忙了 不方便吧 她不会出事吧 嗯 她应该是睡着了 你说这相思病犯了 你还能好好学习吗 据说啊 我看了一个报告 就是男生啊 一般只有一个情感中数 而女生左右楼 有两个情感中数 有两个情感中数 所以女生比男生啊 情感更犀利 更丰富 更情绪化 也更有想象力 你半小时不联系她 她都捞不出 一部跌宕起步的 一百集的联系卷 她还是悲情女主角 而只有一个情感中 说的男生啊 你研究表明啊 有80%的男生 都找不出女朋友 生气的原因 你说哎 她生下了20%可以的吧 对 这20%是不是 她连她生气都不知道 不知道原因 比如说啊 一个例子 当一个女生给你发消息说 好冷啊 意思就是说 我好冷 你怎么不关心我 很多男生呢 很多男生逻辑这样 她提醒我 天哪 但是国安信我呀 我不应该让她担心 我应该说 我不怕 不能 最后一排 男生 戴眼镜男生 我站起来 结果 她是众目鬼鬼之下 把眼睛给取下来了 真的 她眼镜取了 旁边的同学啊 都看不下去了 就用手推一趟 我就佩服这种人 土都埋在脖子上 结果她还理智 理智之外 我带眼镜吗 天才 是不是天才 现在这种天才啊 她跟货妻之间只差一把轮椅了 好 好 你好